非常歡迎裴洛西議長率團來訪 裴洛西議長是臺灣最堅定的友人 各位議員也都是美國眾議院重要的領袖 長期在各領域積極推動臺美關係的進展 非常感謝各位此次來臺訪問 展現出美國國會對臺灣堅落韓式的支持 今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使臺海安全成為全世界關注的另外一個焦點 民主臺灣一旦受到侵略 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都會受到巨大的衝擊 我要特別向各位傳達臺灣應對變局的幾個基本態度 第一 面對持續且刻意升高的軍事威脅 臺灣不會退縮 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 堅守民主的防線 同時也希望和全世界民主國家團結合作 共同維護民主的價值 第二 臺灣會盡最大努力來強化本身自我防衛的力量 並致力維護臺海的和平穩定 讓臺灣可以成為區域安全的一個關鍵穩定的力量 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以及全球貿易及供應鏈的穩定發展 三 臺灣是美國可靠 而且很信賴的合作夥伴 我們會持續和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 在印太區域安全、經濟發展、人才培育 以及供應鏈合作等各層面強化合作 讓臺美關係可以進一步的提升 從四年以後來到達臺灣的關係 美國真正在做一個立場的建議 從來臺灣向台灣成功 為了一直在臺灣 今天我們的提升 非常豐富 臺灣臺灣很豐富 為不確定 我們不會以為我們不斷奪 我們的承諾了 臺灣 臺灣有一個國際裡的質量 在世界上 臺灣有解釋 臺灣 與希望,勇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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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努力 是可以建立一個平衡和平衡的未來 甚至於你面對挑戰你面對 現在更多,美國的支持與台灣是重要的 這是我們帶來的訊息今天 我獲得這個美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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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常 謝謝 ons量。 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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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